欢迎大家收看加拿大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伊拉克的卡塔伊布真主党武装组织表示 五人在美国的袭击中丧生 大型投资者表示 美国市场的反弹可能是短暂的 好人特鲁多被无情的世界领导人踢来踢去 美国挫败了在美国境内杀害希克教分离主义者的阴谋 唐纳德、特朗普等待中的独裁者 贾斯汀、特鲁多则是伟人中的轻量级 美国和加拿大 以及其他11月22日的读者来信 请大家收看 伊拉克的卡塔伊布真主党武装组织表示 五人在美国的袭击中丧生 加拿大环球邮报 在巴格达南部的朱尔夫、萨卡尔地区 五名伊拉克卡塔伊布 真主党民兵成员在美国的袭击中丧生 美国进行了这次袭击 以回应与伊朗结盟的民兵组织 对其在该地区的部队发动的袭击 这些袭击始于10月17日 与美国对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轰炸的支持有关 直到本周 由于巴格达的政治局势敏感 美国一直不愿在伊拉克进行报复 然而 最近的袭击表明 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有关的地区冲突升级了 大型投资者表示 美国市场的反弹可能是短暂的 加拿大环球邮报 基金经理们预测 美国股票和债券的最近反弹更多是年底的回升 而不是一个转折点 他们认为 明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总统选举以及经济衰退的担忧将对市场产生压力 自10月底以来 标普500指数上涨了10% 纳斯达克指数上涨了13% 投资者增加了对美联储收紧周期结束的压注 原因是通胀和就业增长放缓 以及超出预期的第三季度盈利季节 好人 特鲁多被无情的世界领导人踢来踢去 南华早报评论版 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在国际舞台上面临羞辱 特鲁多政府成功解救了 两名被中国拘留的加拿大公民 被称为两名迈克尔 然而 其中一名男子迈克尔 斯帕弗现在指控另一名迈克尔 科夫里格是加拿大政府的间谍 并起诉沃泰华寻求赔偿 这一事件始终加关系 陷入数十年来的最低点 特鲁多还因其处理 与印度和以色列的外交问题 而受到批评 美国挫败了在美国境内杀害西克教 分离主义者的阴谋 金融时报 根据匿名消息来源 美国当局挫败了一起在美国领土上 暗杀西克教分离主义者的阴谋 并向印度政府发出了有关其可能参与阴谋的警告 这起阴谋的目标是古帕特万特 辛格 潘努恩 他是美国和加拿大的公民 也是正义西克教徒组织的总法律顾问 该组织是一个推动建立名为 哈利斯坦的独立西克教国家的运动的一部分 在6月份 加拿大温哥华被杀的加拿大西克教分离主义者 哈迪普、辛格、尼加尔之后 美国已经与更广泛的盟友分享了这起阴谋的细节 唐纳德、特朗普等待中的独裁者 贾斯汀、特鲁多则是伟人中的轻量级 美国和加拿大 以及其他11月22日的读者来信 加拿大环球邮报 这篇评论文章讨论了加拿大需要为唐纳德 特朗普在2024年可能再次当选总统 做好准备的必要性 作者建议加拿大领导人需要积极主动地预测 另一届特朗普总统可能带来的潜在影响 文章认为 目前的联邦和省级领导人对其他问题分心 没有充分考虑到另一届特朗普总统 对加拿大意味着什么 作者建议加拿大人可能需要一个强大的领导人 类似于温斯顿、丘吉尔 来应对特朗普连任所带来的挑战 文章还警告不要自满 并指出民粹主义已经渗入加拿大政治 一些省份使用不计后果条款来避免监督 文章最后敦促加拿大人保持警惕 并继续参与政治讨论 因为民粹主义的最坏表现可能会产生严重后果 印度在两个月的间断后 为加拿大公民继续提供电子签证 英国独立报 印度在暂停两个月后 已经恢复了对加拿大公民的电子签证服务 此举被视为印度试图缓解两国之间的外交危机 该危机始于加拿大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指责印度政府 涉嫌参与一名加拿大公民的死亡事件 印度否认了这一指控 并暂停了所有类别的签证服务 签证暂停解除的时间正好是印度举办 距20虚拟峰会的几个小时前 特鲁多预计将参加该峰会 2014年 加拿大人在与全球事务部门外交官会面后 被中国拘留 加拿大环球邮报 全球安全报告计划 GSRP是加拿大全球事务部 Department of Global Affairs 下属的一个专门情报收集部门 其方法及其对中国等敌对环境中的人 构成的危险正面临审查 GSRP派遣外交官到世界各地收集 对加拿大重要的国家安全信息 然而其代表现在因涉嫌通过与情报伙伴分享敏感信息 危及他人生命而受到抨击 2018年被北京逮捕和审讯的迈克尔 斯帕弗 Michael Spavor 声称 他不知道他与GSRP代表康明凯 Michael Covert 分享的有关朝鲜的信息 被传递给了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及其情报伙伴 GSRP的预算接近2000万加元 15.900万美元 在全球部署了大约30名军官 目前尚不清楚加拿大政府是否打算与Spavor达成财务和解 前多伦多市长约翰 托里与教皇方几个一同在梵蒂冈观看乌克兰战争纪录片 加拿大环球邮报 教皇方几个观看了电影《自由燃烧》 乌克兰的自由之战 该片突出了乌克兰战争的影响 梵蒂冈放映会汇集了教皇 电影导演埃夫根尼 阿菲涅夫斯基 以及前多伦多市长约翰 托里和他的兄弟迈克尔 托里 该片自2022年首映以来已经进行了更新 旨在揭露乌克兰战争的恐怖 该战争已导致20万乌克兰人死亡或受伤 并占领了该国土地面积的15% 教皇呼吁乌克兰实现和平 并要求天主教徒为该国祈祷 多伦多郊区的房屋卖家期待春天的到来 加拿大环球邮报 由于销售疲软和价格波动 房地产买家对金马蹄地区的小镇和郊区池谨慎态度 然而 最近几周 多伦多以西的一些社区出现了一些积极迹象 因为一些买家利用市场放缓的机会升级到更大的房屋 密西沙加的平均价格为110.6万加元 较9月增长了8.3% 然而 Coldo Banker 和MR Real Estate的房地产经纪人肖恩 拉基表示 多伦多以东的达勒姆地区正朝着买家市场的方向倾斜 达勒姆地区的平均价格在10月上涨了2.6% 达到了93.1548万加元 拉基预计未来几个月市场将保持缓慢 并表示我们可能还需要两年时间才能完全感受到疫情期间发生的影响 当回到办公室会影响到接送孩子的时候 你可以拒绝吗? 加拿大环球邮报 多伦多就业律师Samanth Seabrook建议一位有托责任和长途通勤的雇员查看他们的雇佣合同 看看是否规定他们只能在家工作 只能在办公室工作 还是可以采取混合工作模式 如果合同规定雇员只能在家工作 那么雇主可能无法单方面改变他们的工作地点 如果合同规定雇员必须在办公室工作 那么雇主可能有更多的能力将雇员的工作地点改回办公室 Seabrook建议雇员请一位就业律师对他们的合同进行全面分析 Seabrook还表示雇主可以提前足够的通知来对雇佣关系进行一些变更 如果雇主要求雇员到办公室上班 雇员应该告知雇主具体情况以及他们在通勤和托方面面临的困难 雇员还应与雇主进行建设性对话 探讨可能的适应措施 如继续在家工作 灵活工作时间或减少对托责任影响的混合模式 加拿大卫生部解除了多年来对魁北克省风牛病献血的禁令 加拿大卫生部已解除对魁北克省的献血禁令 该禁令是由于对风牛病的担忧而实施的 该省的血液供应机构Harmacobab表示 通过新的输血几乎没有传播变异克亚式病的风险 该禁令曾阻止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居住或履行过英国或法国的人献血 Harmacobab表示 这一变化将于12月4日生效 加拿大血液服务机构也要求加拿大卫生部解除全国其他地区的禁令 预计将很快做出决定 美国和澳大利亚在2022年解除了类似的禁令 由于该禁令 加拿大血液服务机构和Harmacobab都拒绝了数千名献血者 杰里米、达切尔·Jeremy Dutcher的激进艺术 Wolastokia歌手在新专辑中涉足新的音乐领域 多伦多星报 加拿大音乐家杰里米、达切尔·Jeremy Dutcher 发行了他的第二张专辑Motolona Walk 该专达融合了新古典主义和艺术摇滚风格以及Wolastokia和英语歌词 这张专辑收录了传统的Wolastokia歌曲、原创作品和口语诗歌 Motolona Walk还收录了Dutcher的第一首公开政治歌曲 这些歌曲涉及土著问题 例如自杀和对土著女孩的暴力行为 这张专辑被描述为原住民复原力和语言振兴的声明 Dutcher的首张专辑Wolastokia Glintuakanova 获得了2018年北极星音乐奖和2019年朱诺奖年度土著音乐专辑奖 他重新构想了他在加拿大历史博物馆的档案研究中发现的祖先的传统歌曲 荷兰人致力于振兴只有大约500人使用的沃拉斯托基语 并将他的音乐视为将古典音乐的界限扩大到20世纪及少数德国人之外的一种方式 这张专辑收录了用Wolastokia演唱的曲目 并伴有音节 这是一种加拿大原住民语言中使用的书写系统 荷兰人的表演被描述为宣泄体验 他的表演提供了集体治愈 他认为 作为原住民 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每个人都是相互联系的 世界上任何地方争取清洁水或人权的斗争都应该引起所有人的关注 荷兰人很高兴能于12月9日在多伦多历史悠久的梅西音乐厅首次演出 但他强调了在他的家乡新布伦瑞克省演出的重要性 那里的音乐以不同的方式产生共鸣 从新奇到智利的招牌葡萄 描绘加美娜葡萄的卷土重来 加拿大环球邮报 1994年 智利葡萄酒行业经历了一个错误身份的案例 当时被认为是梅洛的葡萄藤 被认为是波尔多的老葡萄品种Carmoneer 这一发现 使智利酿酒师将加美娜视为一个独特的销售机会 全国各地的种植量激增 使其成为智利的标志性品种 加美娜葡萄酒具有浓郁的比琴风味 为成熟的葡萄具有浓郁的墨西哥胡椒 番茄叶或朝鲜季风味 葡萄的晚熟性质给波尔多葡萄酒商带来了挑战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在根刘牙流行后 没有重新种植该品种的原因 为了纪念11月24日庆祝的加美娜日 作者提供了加拿大精选的加美娜葡萄酒 这些葡萄酒的风格各不相同 从物超所值地选择到丰富而复杂的红葡萄酒 都具有独特的智利地方感 一些推荐的葡萄酒包括 Contra White Toro Castelliero del Diablo Carmonier Reserva 2021 Montes Purple Angel 2020 Santa Carolina Reserva Carmonier 2021 和Terra Vega Carmonier 2022 各位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为大家带来了一系列有趣的新闻内容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 我们了解到伊拉克的卡塔伊布真主党武装组织 在美国的袭击中丧生了五人 这次袭击与美国对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轰炸有关 表明与以色列哈马斯战争相关的地区冲突正在升级 对于这种局势 我们需要保持关注 同时也希望能够尽快实现和平解决 接下来我们得知大型投资者表示 美国市场的反弹可能是短暂的 基金经理们预测 明年的财政和货币政策 总统选举以及经济衰退的担忧将对市场产生压力 所以投资者们需要保持警惕 并做好风险管理 在加拿大 总理贾斯汀 特鲁多面临了一些尴尬和批评 虽然他成功解救了两名被中国拘留的加拿大公民 但其中一人现在却指控另一人是加拿大政府的间谍 并起诉沃泰华寻求赔偿 这使得中加关系陷入了困境 特鲁多还因其处理外交问题而受到批评 这是一个复杂的情况 我们需要继续关注他的发展 此外美国挫败了在美国境内杀害西克教分离主义者的阴谋 并向印度政府发出了警告 这起阴谋的目标是一位西克教分离主义者 他是美加公民 并且是一个推动建立独立西克教国家运动的一部分 这显示出了全球各地恐怖主义威胁的严峻性 我们需要共同努力来应对这一挑战 此外我们还了解到一些有趣的新闻 比如加拿大需要为特朗普可能再次当选总统做好准备 微软计划在魁北克投资扩大其数字足迹 以及加拿大卫生部解除了对魁北克省风牛病献血的禁令等等 这些新闻都值得我们关注和讨论 最后我想邀请大家一起参与讨论 并提出你们的想法和问题 你对这些新闻有什么样的看法 你对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持什么看法 你对加拿大与中国的关系有什么看法 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祝大家愉快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葛众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